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最后一场战斗中 米勒三位和队员们已经用光了弹药 但德军还是在向前逼近 怎么办 此时呢 只见瑞恩拿起一枚迫击炮炮弹 拉掉弹头上的一样东西 然后用力磕了一下递给米勒三位 米勒三位随即将其扔出 碰的一声炸得德国人血肉横飞 所以 迫击炮弹真的是可以像电影当中这样 临时被当成手榴弹来使用的了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答案是尽管看起来像是做了戏剧化的处理 但事实上 电影中的这种60毫米迫击炮弹 的确是可以在磕一下之后 当手榴弹扔出去的 而磕一下的目的 是为了解除炮弹的保险 二战当中的美军使用的M2迫击炮弹 上面装着的都是一种称之为 撞击式隐性的飞岩式隐性 它被设计来只要是撞到了坚固的表面 就会立即爆炸 比如装甲建筑物 岩石等等 但有的时候战斗会发生在踩得稀烂的泥地里面 排击炮弹在落到了软塌塌的淤泥当中之后 撞击的能量被有效吸收 很有可能就不会触发隐性爆炸了 这可不好 所以结果就是 M2的撞击式隐性被设计得非常敏感 只要稍微有点冲击就会爆炸 但为了防止还没有被发射出去就被撞炸 炮弹上于是就设置了两道保险 安全插销和惯性机针保险 它们正好对应电影中瑞恩手上的两个动作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当安全插销还没有被拉下时 它的一头会插进惯性保险A的这个孔里面 限制了惯性保险的运动 所以此时不管怎么碰撞 甚至是将其丢到发射筒当中 排击炮炮弹都是不会爆炸的 当拉掉了保险插销之后呢 惯性保险的运动限制就被解除了 随着炮弹划入发射筒 与其底部发生碰撞 惯性保险A就会很自然的在惯性作用下后坐 是被A掐住的B横向弹出 而一开始被B挡住的C 也就可以向前弹出了 于是本来是错位的 激针D发火孔F发火桶E 变成三点一线对齐了 当炮弹出地 激针就可以随着惯性顺利的穿过发火孔 撕破发火桶 引爆炸弹了 整个过程有点像是层层倒下的多米洛骨牌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最重要的是倒下的第一块骨牌 在这儿呢 就是那个惯性保险A了 既然解除它要的只是惯性 那么不管是让它滑进炮筒 还是用手往下一刻 都是可以的 这是二战当中的迫击炮炮弹 让我好奇的是 如果米勒尚未穿越到 现在用今天的迫击炮炮弹 还能够像这样操作吗 答案是不冷了 因为上述的这种隐性已经被淘汰了 它虽然工艺简单可靠信号 但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那就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是的 有的时候发射要受潮 或者是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炮弹出汤 没有飞机米就落地了 它也是照样会炸的 并没有区分敌我之说 那该怎么解决呢 像航空炸弹学习吗 大家还记得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的 炸弹上的小螺旋讲吗 跟这个类似 现代的迫击炮引擎当中 装着的是可以旋转的涡轮 当炮弹发射出去之后 气流会带动涡轮旋转 然后旋转的涡轮在带动下面的线圈发电 只有当涡轮转够了一定的圈速发出的电 到达了一定的电压 才会让电磁装置解除保险的 这个时候的排挤炮弹就相当安全了 只不过呢 咱们的米勒上位可能就要失望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古语 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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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语